重點是胸部太大我們要用束胸把它束起來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束成功 所以我們束一下 好像沒有比較好 好辣欸 你知道女生花錢就是覺得花了就一定要穿進去 但是我連試穿的那個機會都沒有 我就要把這件衣服丟掉 我已經用很緊了 你看這邊都繃出來了 搭上這個袖套 畫龍點睛的感覺 有比較好看嗎 大家好 我是美妄娜 最近我得了一個感冒 我什麼症狀都沒有 但它的傳染性特別強 所以鏡頭的你們 小心了 唯一的異狀就是我聲音變得 還是原本就很難聽 但我不知道 好 回歸正題 我知道你們男生 十個有八個 好啦 七個再保守一點 七個愛大胸部 不要不承認 不管真的還是假的 大胸就是漂亮 所以呢 我要感謝我媽幫我生了一對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一些外流啊 他們的奶頭啊 乳暈特別大 奶頭特別黑的話 那絕對不是我 反正我的很好看 對 我來說說我們胸部大的人缺點是什麼 除了有本穿一些比較正常的衣服 譬如說一些比較正常的洋裝 我胸部比較大的話 我一穿那個洋裝會變成有點像孕婦 因為你中間這邊凸起來 然後他就這樣平下來 我就看起來穿得很像孕婦 我就看起來穿得很像孕婦 然後那種比較小平平的小可愛 我穿起來很像冰朗西施 但是這些都不是問題 我只要不要買那些類型的衣服就好了 最大的問題是 我買了一些很好看的衣服 確實也是我的尺寸 但是穿上去的時候 胸部這邊 根本就拉不起來 不然就是太崩了 你們是不是我用講了你們不懂我的意思 我今天有帶了兩件我穿不下衣服 給你們看一下 什麼叫做真的穿不下 像這一件我本來打算 就是巴比的時候穿 我在浴室 不知道穿了多久 連吊牌都沒拆 因為它根本穿不了 你看就這樣套上去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喔 你看如果這穿上去是不是 其實蠻好看的 如果沒有這兩邊的話 但是它就是卡在這裡 乾 OK 我們扣上去了 但是我拉不上 我最多是到這裡了 什麼不可能我這樣穿出去見人吧 超黃標的 懂嗎 你們懂我會困擾嗎 是不是覺得我不知足 沒有 我很珍惜他 我還是有一些小抱怨嘛 譬如說你看 你有一個很愛你的男朋友 你還是會想要抱怨一下 他可能哪邊做不好啊 雖然我們很喜歡我胸部 但是他就是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啊 他沒辦法伸縮自如 所以我就浪費了 一千多塊買了這件 但是我今天準備了一個素胸 我想說素胸看來 可不可以束下我的衣服 讓我的胸圍 最小化 OK 我現在綁好素胸了 雖然綁得有點醜 畢竟我是用衣療繃帶綁的 不是那種動漫啊什麼劇 都會用什麼繃帶綁嗎 我就很憧憬 想說綁看看好了 新鮮來潮 旁邊剛好有一把刀 有沒有很女舞似的感覺 雖然這個褲子好像有點不太合適 正常會用一個裙子 綁起來 我好像 有沒有像某個動漫人物什麼 死神之類的 很日系啊 很武士啊 有吧 那個 鬼滅之刃那個豬頭 對吧 他是用繃帶嗎 還是我還是我還是 他穿上衣服 跑掉了跑掉了 重點是 胸部太大我們要用素胸把它束起來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束成功 所以我們束一下 好像 好像沒有比較好 好 好拉欸 你知道女生花錢就是覺得花了 就一定要穿進去 但是我連試穿的那個機會都沒有 我就要把這件衣服丟掉 我已經用很緊了 你看這邊都繃出來了 我給這套一次機會 他是連身的 欸我真的穿衣服都這樣穿 一個人穿衣服 欸幫我硬拉看看 看能不能把它拉起來 而且我 背擴積臉的有點大 我覺得應該是很好 試試看啦 拉壞就是算了 老子一定要把這件衣服穿起來 我把衣服往後來 你要把它拉起來 一套衣服要兩個人穿 可以嗎 動不了是不是 我現在看一位 可以嗎 休息下去 我手好穿 背進千辛萬苦之後 依然 穿不進去的 但沒關係 我們只要看正面就好 有些東西不要看側面 不然 算了 有些東西我們還是不要勉強 我總不能去把我胸部抽紙 就為了穿這件衣服 這更貴 最近有網友叫我買兩套 覺得很適合我的衣服 然後我就買了 現在換給大家看 你覺得這套怎麼樣 我覺得這套還蠻辣的 沙丘沸土風 那個我只知道Rose有 穿一個YSL 那個也有這種洗腳帽子 那這可能是淘寶版 是穿起來蠻顯身材的 只是他真的很透 透爛那種 這套意外蠻好看的耶 網友很會挑 他們說在小紅書看到 然後很多美女穿 然後我一查就 真的超級多美女穿這件拍照 然後我想說 真的有這麼好看嗎 然後我想說我去買來試看看 畢竟我也是美女 天啊 只有女生懂女生的美嗎 這件很好看 就是這件就是 他有個帽子 他可以這樣子單穿 單穿 單穿 他可以這樣單穿 你看單穿就是 有點像公主那種感覺 就是 我沒有網子 這樣是蠻性感 就是有點成熟的感覺 然後帽子一戴 那個氣勢就來了 這個風格就很適合拿個什麼 球棒啊 我如果今天在沙漠或是在哪裡 拍的話應該會看起來真的很好看 因為現在是整個都是白棚嘛 沒有給你們那種殺氣的感覺 畢竟我長得太有親和力了 假設我在圖書館看得出 然後你看我有點微微的轉過來 是不是 很性感 有吧 你看 戴個很暗的地方 然後把蠟燭打點起來 有沒有 點亮你的心 我自己就是很喜歡就是有那種 譬如說帽T 我就很喜歡穿帽T 帽子把它戴上就很好看 然後這個帽子給人是一種比較神秘的感情 神秘感都沒了 然後它這個腰也很修身 搭上這個袖套 畫龍點睛的感覺 有比較好看嗎 感謝網友分享 雖然我不一定會穿出去 但是這個在家拍照真的還蠻好看的 我真的好愛這個小帽子喔 就像女巫的感覺 反正它就是很好看然後很性感啊 它就是兩種風格 然後看你怎麼穿你也可以不要這個袖套 你也可以把袖套當襪套 應該可以吧 好像會破掉欸 很像一隻 真的很像一隻魚欸 好我們換第二套 沒關係我們看看第二件你們看不看得懂 我第二套見 帥嗎 其實我不太懂 這件衣服是什麼風格 這也是商修費土工 你看胸部太大的困擾就是你看 這邊就是一定會露出來 有時候真的不是我想露 對吧 對吧 你看他也贊成 感覺比較偏有點 忍者那種刺客風吧 不過刺客如果穿白色是不是有點太明顯 拿把刀 原神啟動 我最近真的好喜歡扣子喔 不過這個衣服真的是質感沒有那麼好 剛剛拿到沒有洗就直接穿 它真的一個臭味 但是我一拿到就迫不及待想要拍一片給你們看 老實說這些效果上身的話 比上一件好看 比較性感一點 身材感覺也比較好 上一件的話有點太露了 它的下身沒有做得那麼俐落 質感沒有那麼好 這件的話遠看的話 看起來質感其實還是不錯的 真的有那種刺客那種兇兇的感覺 這件其實就不錯 好像好像那個脖子斷掉 我覺得這套就是可能不適合平常日常穿出門啦 但是如果說你是要去夜店啊 或是可能拍一拍照啊 我覺得這套蠻適合拍照的 很適合拍一些比較帥氣的照片 不一定一定要帶有這把刀 真的很帥欸 我把這個拿起來 我現在看起來很像劍士 剛剛就是有這個的話很像刺客 然後這就很像這種給人那種繃帶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要給人繃帶的感覺 但是他就是他已經給我繃帶這種感覺 感謝我們的網友介紹這兩套 可能比較適合拍照啊拍影片的衣服 上一套的話是真的有點太透了 那這一套我覺得整體的感覺還不錯 因為他沒有很貴然後可能也是不到一千塊就可以買到 就大家如果覺得有興趣 覺得拍起來很好看啊可以去買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歡迎各位網友推薦其他好看好玩 有 不乖 有趣的衣服 給我 這一次這兩套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第二套比較重我的菜 因為兩套是同一個風格 但是第一套比較沒有這麼的重我的心 我喜歡第二套那個感覺比較修身比較好看 你說是吧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好看 謝謝